有另一個小狗 身形龐大的牧羊犬坐在公園地上 路過的白色狗狗看到竟然嚇到彈開 他害怕 原來這隻牧羊犬竟然是人犯的 身穿犬章的Toco為了一元想要當狗的夢想 去年花了200萬日圓 大概46萬台幣 打造擬陣的牧羊犬服 他還穿著模擬各種狗狗的動作 引爆話題 更吸引不少媒體採訪 沒想到他也有新目標 在草地上翻滾就像真的狗狗一樣 但偶爾也會搞怪 讓狗狗變得像人一樣會打平方球 英國太陽報報導 Toco日前因為自己 成光在公共場合用四肢行走 希望能更進一步 找到自從大學的朋友 還希望能發揮長財 能在電影裡扮一隻狗進軍好萊塢 只不過真正的狗狗看到假扮的同類 還是驚嚇多於開心 想要獲得真正狗狗的認同 恐怕不太容易 閃裡新聞綜合報導